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这么多 软冰卵 想看激情戏 啥啥找不到 想看脸 除了从伪装者中穿越来的三兄弟 男朋友们是来搞笑的吧 我长这么好看 您不记得我 没事喜欢出去浪浪 调戏下小姑娘什么的 这个 多少钱呀 时文 还有飞刘 随时随地都要嘟嘴卖萌求安慰 保持这个姿势 别说话 已经有很多姑娘准备好要吻你了 堂堂一个郡主比武招亲 什么外瓜脸草都有 武功差 拒绝忍了 长得丑 拒绝忍了 可是脑残 拒绝坚决不能忍 找个这种打酱油的 是在侮辱郡主的智商嘛 争来斗去 机智的太皇太后早已看穿了一切 看见梅长苏一口一个小叔 小叔 其他人抓作听不懂的样子 苏先生可是天下文明的大才子 也就只有您才能一见面 就喊人家小苏 梅长苏和小叔那过去的故事 在简单的描述和脑谱中收场 第二集主要人物咕啦啦全部出场混脸书 没看过原著的估计要勾待吧 说白了 狼牙榜基本是男版甄嬛传 太子和豫王争敌负负责抢同一个男人 还以为自己后台很硬很牛掰 就可以随便压榨略有几分姿色的靖王 小景妍 你竟然还敢狡辩 就连那个一脸褶子的死公公也跑出来拉仇恨 靖王算是哪个牌面上的人呢 也能护着你 你们这叫蠢祸瞎逼逼什么 人家没张苏还没转椅子就选择了靖王 将锤为狼 得之可得天下 那么先生是想选太子还是选豫王 我想选你 靖王那一年来死一定是这样子的 现在你对我不理不睬 明日我让你高攀不起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咯 想知道更多的同学请关注聚能卡微信 还没关注的同学还不快拿起手机 扫我扫我扫我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は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